农历新年前最后一个周末 邻里商家进入冲刺阶段 收放业者表示 过去一周赶在最后一刻半年货的人暴增 营业额同比增加三到五成 来看记者李正一的报道 后港村星期天上午人潮攒动 有的赶着买橘子和柚子过年 有的则在烈日下悉心挑选盆栽 除了十几个邻里店家在门前摆卖年货 广场内还设有八个零食摊位 气氛相当热闹 但也有业者指出 看的人多 买的人少 所以对整体业绩有所保留 很慢 市场很慢 连后一两天也是没有什么购买力 可能就是减少了 减少二三十八千这样 在邻里购物其实比较方便 原本我们是要搭一个大型的帐篷 那么方便大家排货 但是有关单局不批准 大巴窑一代的年味相较没那么浓烈 但有业者反应 销量还是增加了两三成 今年人口都已经把这个疫情看开了 都很活跃 在最后一分钟都是出来采购了 不过大部分的邻里呢 只有零星的几家店在售买年货 由于人潮不多 购买量也不是很大 也有店家表示呢 手中的货卖的差不多之后 就提前两天 也就是星期五收摊 决定补充最后一分钟的生意 新城市新闻新闻记者李曾益报道